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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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张角同志的著名号召 苍天已死 皇天当立 如果是陈属造反的话 即使厉害如中断了圣堂基业的安禄山 他也不敢说都是李隆基的错 只能说老杨家好坏啊好坏 立志老贵的还拼命吃 劳苦大众们 咱们一道去打奸臣吧 于是安时之乱了 再加上乌尔哥哥是才说的那些 足见那金王也是弱点不少 明兰补充道 且圣上对金基军被整顿得十分得力 京城又城墙高厚 未必能攻得下 只削拖延些时日 四地的秦王军队赶来 那金王就没什么好戏唱了 长武戏上没烧 更是着急地大声道 妹子说得对 所以我才要赶回去啊 明兰又轻飘飘地泼了盆冷水 那也未必准赢 当年九王的军队物资名利均数倍于太宗武皇帝 谁晓得不过短短一年就叫武皇帝一举剿灭了 平兰急道 你到底什么意思 反过来覆过去的 说废话 盛围瞪了女儿一眼 也疑惑地去看明兰 只见明兰也是一脸苦笑 摊着两只小手 为难的道 我也不知道呀 这种事情谁能说明白呀 这好比摇骰子 没开钟前谁都不知道 长武黑着脸不说话了 明兰在盛围面前站好 斟酌道 侄女的意思是 京城变数太大 能不能到京城不一定 到了京城局势怎样也不一定 但乌尔哥哥又不好干坐着 不如 去金陵吧 到金陵都尉府去效力 长武奇怪道 妹子弄错了吧 京王的军队都北上了 南边没有战士啊 云兰摇头 是没有战士 但有流明 有匪患 还有浑水摸鱼的贼兵 长武清吸一口气 沉吟起来 灵兰一字一句道 庄先生说过 哪儿有兵乱 哪儿就有流明 精灵繁华附数 离晚地又近 这回乌尔哥哥去打听 不是也说 纳尔军被松懈 将士空缺吗 无论如何 保家护城 安一方百姓 总是没错的吧 李氏终于高兴起来 脸上有了些哄韵 对 对 精灵离这儿 不过一个时辰的车马 一家人在一块儿 也有个照应 右洋在精灵以南 又安全些 盛围也觉得可行 转头雨长悟道 精灵都尉府 你识的不少人 你拿着钟薇薇的腰牌和文书去 为父给指挥司的刘经理写封信去 由盛红那个专职告状的御史书附载 想必精灵都指挥司也不至于贪了常务的功劳 此言一出 盛家人都松了一口气 个个个都转头劝说常务去精灵 常务被说得晕头晕脑 望着明兰一脸迟疑 几天前她去的时候 精灵看着还很和谐呢 真的会有流明吗 明兰扳着手指数了数日子 这个嘛 等等看吧 常务待着小堂妹 明兰很无辜的看回去 狗头军师的确是个好职业 只负责出主意 采不采纳是别人的事 说好了功劳有一份 要是不好 那是老大没判断力 干嘛随便听信 军师说什么你听什么 他让你跳楼 你跳步 众人散去后 盛老太太抓着明兰到跟前 亲身道 刚才你说的 都是你自己想出来的 明兰点点头 反复回想刚才所言 应该没有超出时代性 社会性的吧 那点东西 盛红和长白 或者任何一个有眼光的文官 都能说得出来 盛老太太表情很复杂 目光在明兰身上 来回溜了两遍 又轻问道 精灵真的会有流明 你有几分把握 明兰凑过去摇耳朵 完全没有把握 老太太愕然 明兰趴在老太太肩头 覆在耳边慢慢道 其实我赞成大伯母 性命比升官要紧 但乌尔哥哥定是不肯罢休的 索性给他找些事做 老太太愣了半傻 惊疑道 那你 全是胡说八道 哪有 哪有 明兰用力压底撒门 前面一大半都是真的呀 就后面几句掺了水的 精灵到底是陪都 尘质高厚 刘明哪那么容易进来呀 老太太别了别嘴 狠狠道 小丫头 挺机灵的呀 然后朝天叹了口气 忧心道 唉 也不知你父亲和百哥 他们怎么样了 千万要平安呀 明兰想了想 震慑道 孙女刚刚想到一件事 其实 现在叛军离我们 比离父亲他们近 若今往北上途中遇到阻碍 散兵游勇便会直接回来 攻打稍弱些的精灵 或者劫掠一番补充军饷 或是攻下城池作为巢穴 所以现在 我们先担心自己 等今王打了几场胜仗后 再来担心父亲他们吧 明兰顿了一下 很好心的又补了半句 这句话没掺水 老太太刚刚探出去的气 又被哽了回来 她盯着明兰看了半天 胸口心潮起伏 忽然觉得自己一定能很偿命 岁入隆冬春节将近 明兰打算送自己一幅对联 上连书料事如神 下连书铁口直断 横披半仙 那日忽悠了一通后 长悟一日就去了精灵 时举不稳的档口 多些五人来保家护院 总是好的 精灵都指挥使司 及周边五处猥琐 都只恨能打的人太少 长悟自然很受欢迎 连续五顿肥鹅大压的接风宴后 长悟告假 回了趟右眼 妹子 你瞎扯吧 我就说南边没站是吧 我趴在精灵墙头这许多日子 啥事都没有 不过精灵城里的大户知道外头战乱 都怕得半死 这不 半个月功夫 已经纳了三次护城卷了 连我都分到了五十两 长悟把一个沉甸甸的绣金丝布袋 丢在桌上 苦笑着 对于那些靠冰想过日子的来说 这是一大笔钱了 可圣家子弟并不缺钱 李氏见儿子言语之间又流露出想北上的意思 苦于无话可圈 大冬天急出一头汗来 二哥哥 你别急呀 明兰悠悠然道 你想呀 上个月才起的战士 刘明用两条腿走 哪有骑马快呀 再等等吧 长悟满眼怀疑的看着明兰 明兰用力朝他点头 然后用先进的事迹鼓励他 用说书先生的口气道 想当年 五皇帝御甲亲征物良哈 熟久寒天 滴水成兵呀 练着十万大军在奴儿甘古城 一等就是两个月 不骄不躁 中转的物良哈轻敌 几个部落精锐进出 后五皇帝一举将其剿灭 二哥哥 你学的是百人敌 千人敌 说不定将来还要万人敌 耐心便是低得要紧的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长悟被唬得一愣一愣的 当晚就回京林去了 晚饭时 李是一个劲的往明兰碗里夹菜 允儿把原本优待孕妇的两只鸡腿 都放进明兰碟里了 执媳妇 你就捧她了 扇老太太嘴角含笑 这小丫头 就一张嘴皮子讨人喜欢 扇维 神分明众道 维然 我瞧着侄女的话有道理 这些日子 我已经在乡里镇上走动了一番 请了各大户大族的齐劳之茶 请他们此次过年莫要铺掌 多存些粮食柴探 以备不时之需 道地外头乱了 圣伟的感觉很灵敏 不过三日后 长悟突然带信回来 刘明来了 殷京王密谋篡位已久 急需巨额的银梁冲走军须 多年来于民间大肆攀剥 上行下校 各级官吏便与百姓敲骨膝髓 恰逢龙东时节 偏降鹅毛大雪 百姓饥寒交迫 不堪困苦 流理失所之众 只得逃离晚地 遂刘明大起 流畅往苏、玉、鄂、甘、浙及省而去 崇德元年腊月底 晚地五万流明 汇聚金陵城下 官府开仓放凉 城中富虎 也大开周棚 广施柴探 容流明于城外名舍过洞 长悟终有了用武之地 因怕流明身是变乱 每开城门救难之时 都要军队护卫在此 日夜周作不息 右洋也于崇德二年的正月底 迎来了第一波流明朝 好在盛家早有准备 连同县里 其他几户大族 临时搭了许多窝棚 好让流明容身 一日两次舍舟 再找出些不用的棉被棉衣 给他们过冬 明兰也随着理事 坐在车窖里 出去看过 回来之后 难过了好久 再衣食无忧的 现代长大的孩子 无法想象 那是怎样一番光景 额毛大雪 满地冰霜 许多老人孩子 都只穿着单衣 哆嗦着 挨着一小堆活取暖 皮肤冻得酱紫 小孩满手满脸的冻窗 一双双饥饿的眼神 木然地盯着那一碗 冰冷的薄粥 仿佛那是他们唯一的希望 窝盆里没有大哭声 只有熙熙落落的抽气声 母亲抱着滚烫发烧的孩子 奄奄一息的连哭都哭不出来 一声声微弱的呼吸 让明朗的心都揪到了一块 我家乡那会儿 就是遭了水灾 家里的田地都淹了 没收成 没吃的 弟弟又生病 爹娘就把我卖了 小桃回忆着模糊的过去 说得很平静 天村里的书太公说 本朝的日子还算是好的了 各家各户都有自己的田地 不用交租 前朝大乱的时候 百姓哪有自己的地呀 都是大户的 但凡有个天灾 交不起一文钱的地租 便要卖儿卖女 挨饿受冻 大酒唱一遍 却一遍 遥旋 亲爱的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